那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好王卡玛吧 敬礼图登达吉上师 我们敬礼谭成三宝 敬礼今天父母的祖尊 勾设财序母 勾财庭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州大使夫人 旧帝师姐 郑后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恩尔哈斯曼 庄俊 庄俊耀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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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不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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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宣布一下 这个 下个礼拜天 是10月28号 10月28日 下午3点 有金刚骇母 护魔法会 金刚骇母 金刚骇母的手印 跟瑶士金母的手印 母系的手印 是一样的 是金刚骇母的手印 它的种子是 棒 棒 它也是红色的 金刚骇母也是红色 棒 就是一个 这个凡字呢 是一个圈圈 上面一个圈圈 底下一个 好像一个四方形的方块 方块 这个咒字 棒 我经常在念这个棒 因为棒 它可以生出很多东西 这是金刚骇母的种子 金刚骇母的真言是 Om Om Dojepam Hom Pay Soha Om Dojepam Hom Pay Soha Om Dojepam Hom Pay Soha 这个是下个礼拜 金刚骇母 本身来讲 这个我记得以前 这个陈建民上师 陈建民上师 他讲过 金刚骇母 是在虚空中 属于帮助修行人 本身的 佛母 帮助修行人 本身的佛母 他也是圣乐金刚 圣乐金刚的佛母 圣乐金刚 五大金刚里面有 圣乐金刚 喜金刚 密集金刚 大威德金刚 大方法王金刚 或者是十人金刚 那么金刚骇母 特别是圣乐金刚的佛母 圣乐金刚的佛母 这一尊对所有的修行人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可以讲 这个 陈上师 陈建民上师 他讲过 有一个禅定 叫做金刚骇母 着火定 金刚骇母 着火定 是特别是金刚骇母 他在升起着火的时候 金刚骇母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像佛一样的 像佛一样的 在你的祭伦 像佛一样的燃烧 这一尊是 在修着火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本尊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是勾才天理 就是 因为 勾才天理 出自于 阿弥陀如来 才由他的心 本身所转化 是阿弥陀如来 在西空之中 那么在我们的 父母宝殿里面 很容易看得到 看到红色的光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师尊看到的是有 那如果没有看到 我如果没有看到 跟你们讲有 那个就是 我就不是联花童子 联花童子 从来没有虚言 没有虚言 不说假话 因为切实看到 这个要看到也很简单 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你要看到光 你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把眼 里面的眼球 向 你的左边移 向上移 再向右移 再向下移 你们把眼珠子 闭起来 转一下 看看 看见什么光 你们有没有看到 眼睛闭起来 然后把你的眼球 向左 向上 向右 向下 这样子转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了几手 你们都可以看到光 不过光 能够把它保持住 把它保持住 你每一次看光的时候 这样子移动 把眼球这样子移动 到了有一天 你不移动 你的眼球的时候 你眼那个光明 也就在你的面前 这是应用一个 告诉你们 看光的方法 你要看到 这个 佛菩萨的光 而且看到 波叶光 光中还有佛菩萨 用这个方法 开始 是可以 眼球 转 顺时钟 这样子转 顺时钟 这样子转 你可以看到光 有很多人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 还是一样 看不到 这个 勾才天宁 跟他的旁边的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建树 都一起下降 他是红色的 出力 在藏文 就叫 Shed 藏文就叫 Shed 所以他的咒语 跟他有关系 Om Maha Hazyaya Hazyaya Om Yin Kusay Yin Kusay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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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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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i Soha Maha Hazy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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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他本身的 名字 Hazyaya 就是他的名字 Om Yin Kusay Yin Kusay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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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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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i Soha 这个Yin Kusay 的意思就是 撒钱 Yin Kusay Yin Kusay 就是撒钱 钱一直撒下 撒下来 钱一直撒下来 钱一直撒下来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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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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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i Soha 这一次有十六亿 美国的大乐透有十六亿 我看到电视也有报导 十六亿 好多人排队 好多人排队 这真的是 很轰狂 好多人排队 要买还不容易 还不是很容易可以买得到 要排好久 那么这一尊啊 曾经让一个泰国 泰国印师姐 连续三年 每个月 他都中奖 他那个中奖差不多 中的是 差不多二十万台币 每个月 他单单靠这一尊 连续三年 中奖 每个月中二十万 他连续三年 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然后到了这个门外 就勾勾勾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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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勾了三年 中了很多的钱 大概都是二十万台币吧 二十万台币 他讲的 每个月收入有二十万台币 比这个做工好多了 这是高薪 你知道在台湾 这个现在大学毕业 只有这个 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 他每个月能够有二十万的台币 而且联系三年中奖 那次在台中 他请我们吃饭 请师尊吃饭 我说 你联系中了三年 那现在还在中吗 他说还在中啊 他讲还在中啊 我一看 哎哟 真的是 我一看他 这个人怎么那么会中奖 注意一下 天啊 他脸上有特征耶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一个大眼睛 不是我们应师姐是一个大嘴巴 哦 他的嘴好宽好阔啊 怪不得会吃天上的财富 这是切死的事情 勾才天宁 那马上有钱法 我回来 传这个姚思金母马上有钱法的时候 就是莲花首脉 他种第一大乐透 但是那时候的第一大乐透是 五千五百万美金 五千五百万美金 已经让他承受不了 逃亡到西雅图雷藏室 然后在那边关起来 关在西雅图雷藏室 后来呢 他偷偷买了一栋房子 请我去看洪水 哇 他以前是 住在我们那个North Bend附近的 North Bend 这里是North Bend 在住在North Bend附近的 一个平房小房子 是租来的 租来的 很穷困的 两个夫妇 都在打工 帮人家打工 打杂工啊 没有赚什么钱的 到最后得奖以后呢 他的这个 小房子面前站了一大堆人 到最后他打电话给警察 警察才把他们 在 从这个九十号公路 就在往西雅图 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他只好找到我们这个 不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一中奖亲戚朋友都来了 从加州的也来啊 站在他家门口面前 然后他请警察叫车子 然后跟着走 就走到西雅图的一场市 就住在 现在的西边小馆 他住在西边小馆 他有一次啊 他要供养师尊 他说供养师尊 师尊传这个法 让他有感应 而且晚上看到很多的财神 多来 中奖的时候 他住在西边小馆 他请师尊吃饭 他说要给师尊一个大供养 我一想 这大供养 晚上做梦都会笑出来 他终于请我们在 柯克兰有一家餐厅 Fish Cafe 吃饭 他到最后吃完饭 他就供养 就拿一个红包 红包是很薄的 我一想 这个大概是支票吧 因为他中了五千五百万 大概是支票吧 他说 也不敢看 拿来就收了 也不敢看 里面到底是多少钱 回去打开看 是一百块美金 我们不能怪他的 因为他以前在赚钱 一百块美金已经很多了 已经非常多了 在他来讲一百块美金就算是大供养 后来来来一个上司 终于来来一个上司 知道他五千五百万 而且报纸上都登出来 他接受记者采访 他说 报纸上都登啊 我们上司都闻轰而至 我们那个上司就闻轰而至 就跟他讲 姚思金母告诉我 是借你的手 借你的手 去抽中这个热透的大奖 其实姚思金母的意思是 百分之九十九 是要我哪来盖庙的 百分之九十九要哪来盖庙 你的身佛呢 基本上的身佛的钱 我会给你 讲一百万 一百万美金给你 剩下的我 姚思金母要我 跟你哪 哪回去盖庙 下的莲花所卖 莲叶又搬家 莲叶又搬家 从此不敢来西雅图雷藏市 一直到现在 德卫上司有见过他 见过他就是打一下招呼而已 打一下招呼而已 他住在西雅图雷藏市 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吧 住了两个月的时间 他有付水费跟电费 有付水费跟电费 很少出来 平时在家里吃饭 只是用油斑 我们台湾人讲的油斑 就是乳米饭 配一点青菜 配一点乳米饭 配一点青菜 吃得非常简单 中了讲还是这样子 后来买了一张 买一栋大房子 我知道方向 但是我也忘掉 忘掉他买在哪里 这个中了讲以后的后果 居然是从此不来西雅图雷藏市 不敢出现 所以这一次啊 有十六亿耶 这一次有十六亿耶 这个真的是阿玛尾 阿玛尾十六亿 那希望你们能够种 但是如果不信种的话 也不要那样子 对不对 我们师尊跟所有的同盟 都不会跟你要钱 我是认为 我们都不需要嘛 对不对 我们都不需要嘛 这个 还有一个同盟 文来的同盟 他也公开 文来的同盟 他到新加坡去 他种的是两亿 两亿 种了两亿 文来的同盟到新加坡去买彩券 结果种了两亿 哇 这两亿 不得了 当然 因为他公开了 所以有人到他那边去 也不好意思讲 是谁 另外呢 大家知道的 大家知道的 心龙 歌星 心龙 他本来对我们 台湾雷尚是很好的 每天都来的 要取这个 那个叫刘什么 刘真 他取刘真的时候 然后 又来求师尊 然后给师尊 给他福正 福正了以后呢 他又出唱片 师尊也花了很多钱 买他的唱片 因为他还是很 不是很有钱嘛 这个 然后他又 他跟刘真 又来求小孩 佛菩萨又给他一个女孩子 要赐给他一个小孩女孩子 那后来呢 后来就好久没有来 原来也是中奖 我特别还打一通电话给他 说心龙啊 你到台湾雷尚师啊 他说好好好 我有空会去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中奖的就不来了 所以我们平常心来看这个十六亿 平常心来看这十六亿 你们中了以后 绝不能不来 但是呢 你偷偷告诉师尊 你中了 我不会跟你讲出去 我不会跟你讲出去 你要供养我 也偷偷地供养就可以 你照样可以来 西雅图雷杖士 我们也不会跟你要求说 师尊现在突发奇想 要盖着世界上最大的雷杖士 没有 师尊是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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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什么都不需要 可以讲大话 如果师尊重了 全部捐出去 一毛钱不留 一毛钱 师尊都不要 只救急救难 专门为救急跟救难 所用的钱财 我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发愿的 不信重的话 那当然就只好很忙 因为救急救难 还要用脑筋 怎么样子去救急 怎么样子去救难 还要用脑筋呢 而且我又得不到一毛钱 而且我又得不到一毛钱 这样子会很辛苦 对 有那些钱反而辛苦 要怎么样子去救急救难 还要动脑筋呢 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 所以我中了奖是不信 我希望你们中了奖的 就是幸福 来了 好运到了 这个一切的困难也都解决了 师尊没什么 那我们今天刚好是勾才天女 其实阿弥陀佛会那么庄严美丽 全是勾才天女去勾勾勾勾出来 把所有极乐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勾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把所有的净土里面最好的 全部勾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人间的钱财 就如同粪土一样 师尊现在的心理也是一样 钱财再多也是存起来 那一部分呢就给基金会 一部分就做我本身的私房钱 不过这个私房钱 师母也可以看得到 因为他都有钥匙 存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地方 你也自己可以看得到 到底 将来呢 师尊等到老了 也一样把这些钱全部捐出来 因为佛亲他自己本身 生活也够了 佛琪本身身佛也够了 师尊走的时候 会把所有的钱全部捐出来 一样的 因为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用不着那些东西 都用不着了 这《勾柴天泥法》 因为我已经传过了 所以在这里不再多说 师尊本身这个欲望已经很少了 欲望几乎 这个金钱上的欲望几乎没有 这个名的这个欲望也是没有的 不想出什么大名也没有 名也没有了 财也没有了 那最重要的一个色 一个色 那是会讲到的 将来是会讲到的 其实欲望也很少 欲望也很少 欲望也很少 我们今天再讲道果 这里提到静智所生 分三种 以文师戒行静智 以冠顶静智 以余家禅定静智 以文师戒行静智 这个很重要 其实 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 这三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繁静的方法 把你变成亲近的方法 大家现在都讲说 哦 请师尊黄智 其实黄智是要靠这三种 以文师戒行静智 一 文师静智 有听闻显宗至金刚圣 四细部之间 生出殊胜的信念 一段细论 无畏行仪 甚深奥义 这一段非常好 文师修 是佛陆 是佛陀本身讲的 你要先听到佛法 听到佛法 然后去思考佛法 然后就可以把你本身的欲望 消除掉 所谓思考 所谓思考 就是融入你自己 变成佛法是你自己的 这样子呢 戒行 什么是戒行尽智啊 要守五戒 戒行实善为开始 集办于此法 行布塞至圆戒 忧伯仪之间 以别解脱戒 花菩提心 受菩萨戒等亲近相续 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的 一个人 他本身不是明非 他也不是 也不是 好像是说很亲近的人 那么他在这世界上 当然还是需要 这个 像佛陀所讲的仇业 把这个业障 消除掉 那么这个业障 要消除掉 不是增加业 因为在沙坡世界 增加业的非常的多 你这个业障 能消除的非常的少 你只要以听闻佛法 思考佛法 然后守住戒力 你才能够环境 你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是真正的明非 你就是真正的明非 也是真正的修行人 这样子 他是说以静智所生 这个不是天生的 这是后天的 后天的 那最近呢 我再写一本书 就是我所知道的佛陀 当初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 蛇利佛 有一点疑惑 就问 释迦牟尼佛 他说佛陀 当初的时候 你在菩提树下 开悟的时候 你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马上涅槃 就是颜吉 马上涅槃颜吉 离开这沙坡世界 蛇利佛问佛陀 当初你为什么这样子想呢 佛陀回答 因为我知道 沙坡世界 是一个化成 化成 整个沙坡世界 是一个化成 化出来的成 因为是变化出来的 是幻化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陀 他说 马上要延吉 涅槃 离开沙坡世界 他悟道以后 就想离开沙坡世界 因为这里 只是一个变化出来的 不是真实的 一个世界 他跟蛇利佛这样子讲 蛇利佛又问他 为什么大凡天 请你注释 刀利天 请你注释 你又留下来呢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让佛陀又留在沙坡世界 佛到八十岁 人 人啊 大转法轮 佛陀他讲他没有转法轮 他跟蛇利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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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间没有别的 只有两个字我才留下来 哪两个字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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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 那时候蛇利佛是这样子问 释迦摩尼佛的 释迦摩尼佛跟他讲 我留在这沙坡世界 只有两个字 就是慈悲 其实真的是慈悲两个字 但是这慈悲啊 是真实的 真实实实在在的慈悲 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你不能用慈悲做放置 在那边摇来摇去 我是慈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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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是诈财的 我是诈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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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慈悲为外相 事实上目的是诈财 这个是造业 这个是造业的 佛陀曾经讲 人在沙坡世界 业 仇业 两个字 是把业障给他消除掉 才会变成清净的 现在不是 沙坡世界的人 是在造业 本来你只有 一分的业 到了沙坡世界 变成十分的业 业越来越重 所以佛陀他讲 他不能够灭定业 已经定下来的业 他没有办法给它消除掉 人到沙坡世界 是来酬业的 你有业障 才会到沙坡世界 你把业渐渐的清除的 没有了 你才算是凡尽 是这样子的 所以文思戒行来静置 静置就是清净的治疗 你本身的业障 文思跟戒行 第二是戒行静置 你要受十善为始 就是慈悲 集办以慈法 用慈悲法 来行不晒 至严界幽伯仪之间 以别解脱界 花菩提心 受菩萨界等 清净相续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种是以灌顶静置 以圆满领受得四种灌顶 而清净相续 四种灌顶就是平灌 平灌 内法灌顶 内法的灌顶 无上密的灌顶 跟大圆满的灌顶 这是四种灌顶 以灌顶来清净自己本身的业障 让清净相 一直连续下去 要知道 我们修行一谈法 在修法当中 本尊降临 本尊进入你的心中 你自己变化成为本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 身清净 口清净 意念也清净 在这个时候 你的本尊 就已经给你灌顶 每一次修法 都是一个灌顶 不要以为修法没什么 其实修法就是灌顶 不是仪式上的灌顶 不是表面上的灌顶 你真正清净的身口意 是因为你修了法 得到了灌顶 修一谈法 就灌顶一次 所以你说 你每天一定要 好好地静下来修一谈法 我们这个奥崔利亚那位师姐 他一天修四座法 四种灌顶在他身上 所以他能够 在这里没有 请站起来 是崔利亚 澳大利亚 在那边 他每天修四座法 每天修四座法 他常常 你常常梦见什么 几乎是常常的 是吗 是吗 在梦中 得到了启示 很多的指示给他 他坚持一天四座法 坚持一天四座法 很了不起了 将来已经有大成就了 他有相应的 好 指做 那个所谓灌顶 不是仪式上的这样子 给你灌顶 是你自受灌顶 自己引本尊来给你灌顶 进到你的心中 静置你的身口意 那个才是真正的环境 然后 以Yoga 禅定静置 第三种 以Yoga之力 持气 持气 持气能射菩提心者为之 你能够用Yoga的力量 能够持气 以Yoga禅定来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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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半个小时 最长半个小时 甚至还可以更长 有些人入山漠地 可以很久很久 很长久的时间 那时候念头很少 几乎没有念头 那时候你身体也是清净的 因为你在打坐 身体也不会去碰污秽的东西 你口也是清净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讲话 念头没有了 嘴巴也不会傲傲黏 你身体也不碰触 也没有碰触什么 你就是入山昧地 那时候就是清净 身口意都清净了 以Yoga禅定来静置 就是用Yoga之力 用Yoga 就是精神统一的力量 持住了气 让你能够闭住呼吸 或者呼吸非常的细 那个时候 静色菩提心 慈悲 这一种人 去做这个Yoga禅定的静置 是 三种等云者 为具三种想 即 身口等云 你身体跟口是相等的 不是口是心非 不是口是心非 所以 具本尊想 你根本想念的就是你自己的本尊 所欲等云 所欲你的欲望 具正法想 其实没有什么欲望 其实没有什么欲望 就是正法想 加持等云 具密咒想 加持用什么来加持呢 用咒语来加持 密咒想 所欲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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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 身口等云 是一样的 是一样 这三种等云 也就是清净 其佑具有四种殊胜 身口等云具想意之殊胜 什么叫做想意之殊胜 念头 你身体跟口 能够合一了 你的念头就相等 加持等云 具加持之殊胜 也就是本尊来加持 上师来加持 所欲等云 具特意之殊胜 特意 什么叫做特意 是殊胜的 非常特别的殊胜 你欲望 欲望是属于正念 正念的 正确的念头的 以掌握 可觉要觉 善巧方便之殊胜 这都是清净的意思 善巧 又利用善巧方便的方法 得到殊胜的这一种 接受 瑜伽禅定 静置的接受 有一个邪生 黑人的邪生 对他的白人的邪生讲 上帝一点也不公平 你们白人作弊真方便 这个白人就问这个黑人的同学 怎么说呢 你们考试的时候 只要把答案写在大腿上就行了 可是我们写上去看不清楚 这是有差别想 有差别想 白人你用这个黑色的笔写在他的大腿上 然后等于是小抄嘛 那写了这个腿整个都是 然后考试的时候就看大腿 他就可以 他们黑人的同学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再怎么看都看不清楚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 也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那要看你自己本身的业 你会生长在哪一个国家 是因为你的业力所造成 你会在哪里出生 是因为你的业力所造成 所以不用怨天尤人了 是因为业支配你在哪一个国家出生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但是我们 以正念想 就是你一定要文师修 戒行 入三昧地灌顶 就是这样子能够清净自己 有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 遇到一个推销员 他说只要购买了 便使用他的产品 就可以不用工作 也不愁吃穿 哪有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就问他说你是卖什么的 结果他说卖棺材 的确啊 大家想一想 多想一下 如果躺在棺材里面 什么东西对你有用 没有 世尊也常常这样子想 世尊有私房钱有什么用 你有私房钱有什么用 你也不买链 你也不买钻石 也不买宝石 也不买戒指 也不买皮鞋 也不买衣服 衣服反正我这个是名牌 走到哪里人家都会看 这个是名牌 是独特的 也不买衣服 也不买帽子 也不戴眼镜 那表已经有了 也是最好的 那什么都不用了 那你存私房钱做什么 而将来呢 就是等到 这个棺材 等这个棺材 到时候把整个钱 全部剑出去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事 人生走到这样子了 遗忘根本就没有了 你说 欸 我这一次 从西 从台湾回到美国 我没有去过一次的 那个 比尔比尔斯贵 连一次都没有 连一次都没有去过 比尔比尔斯贵 回来快半年了 百货公司从来没有去过 所有的百货公司 我都从来没有去过 那么你有去买东西吗 Only one Only one 一次 谁位 我去了 而且是半夜去的 半夜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那时候要买什么 师父要买什么 你买一些青菜吧 买一些青菜跟水果 所以我要去巴拿马 那你要在家里自己 要煮一些东西 所以那是半夜跟你去 来一趟些位 Only one 我连些位 都没有进去过 是已经整修好了嘛 对不对 也是百货公司嘛 我连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我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我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只有进去过一次 谁位是帮师母 提菜男子 提菜男子 他要买青菜水果 还有一些他 我去巴拿马五天 他要吃的东西 他买回来 放在冰箱里面慢慢煮 他自己要吃 嗯 哦 对啦 还有去西威的时候 碰到一个 在那边打工的师姐 她是坐半夜的 她看到师尊一个人 跟师母只有一个人 她说机会来了 她说师尊 你平时都是牵小孩子的手 还要跟小孩子hug 我能不能跟你hug一次 这样子 我说可以啊 我赚到了 好啦 那就是那位西威那个 打夜工的那位小姐 她就跟我hug hug的时间呢 稍微 一般来讲是hug一下就分开 对不对 但是那个女生把我抱得很紧 抱得很紧 然后 几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把我抱一分钟 那我就好啊 给你抱一分钟好了 这个 好啦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在那个西威的地方 然后 结束了以后呢 这个师母跟我就去算账 把这个前妇了 买菜的前妇了 然后走出来 那位小姐也送我们到车上 那我们就开车走了 开车走了 师母开始脸非常的严肃 怎么可以抱那么久 我说 only one one minute only one minute minutes 对不对 只有一分钟啊 一分钟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 我很难得见到她耶 很难得见到她耶 她在西威半夜打工 对啊 她说我菜篮子放地上 跟她哈个一分钟 对师母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有一天呢 一个美国警察抓到一个土耳其的银行 抢劫犯 因为语言不通 找来一个翻译 警察告诉翻译 告诉你 混蛋 你把钱藏在哪里的快说讲出来 翻译照说 罪犯讲 走不说 翻译也告诉警察 他不说 警察生气了对翻译讲 告诉他如果再不说 就一枪把他打死 翻译也照说了 罪犯怕了 就告诉翻译 把钱藏在哪里 警察问翻译 他到底说不说 翻译讲 打死他吧 他说打死也不说 你看嘛 这个人 那个抢患已经照业了 这个翻译也是照业了 对不对 人很容易照业的 以后 以后 哈格可以了 不会照业了 真的 真的 儿子 儿子和父亲在激烈的讨论 那儿子想让 妈妈帮他 这个儿子就 这个 想让他的妈妈帮他 但是这个父亲呢 很高傲的说 那是我老婆 他会帮我的 不会帮你 儿子 儿子写了 他的爸爸一言 说 我跟妈妈有血缘的关系 你跟 那你跟妈妈 不过是男女关系 到底妈妈要帮谁 我还是想到哈格那件事情 因为是师母提出来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跟你是夫妻关系 对不对 也是现在是师父跟侍者的关系 他跟我不过是男女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有一个人酒驾 喝酒开车 警察就问了 喝酒了吗 这个人回答没有 警察讲说 为什么有酒味 这个人讲说 我喝了杯啤酒 警察问 啤酒也是酒啊 这个人就问了 请问酱油是油吗 警察答不是 他又再问 他又再问 锅牛是牛吗 锅牛 锅牛是牛吗 警察答不是 那么新娘是娘吗 警察又答不是 然后 是 上草了 这个人也问是 李吧 他说个人是温 海岸 甚至数人 说 当エージ 是 就是 灵 中文章 他又再问 好 這就對了 警察說 你可以走了 問師母一句話 男女關係 有重要嗎 師母回答 因為我是男的 她是女的 但是我不能像葉一樣 跟男的哈格 哈格還是要跟你的 師母講同性戀的有 那還是有差別 怎麼都是這個 中國字是很有意思 這是所謂中國字 兩個口是什麼字 兩個口是什麼字 回 回家的回 三個口是什麼字 平 四個口是什麼字 田 五個口是什麼字 五 上面一個五個 底下一個口 五 十個口是什麼字 古 古代的古 十一個口是什麼字 吉祥的吉 八十八個口是什麼字 是古 三古的古 三古的八八口 一千個口是什麼字 蛇 你們都會耶 那我輸給你們了 你問我 我不一定會啊 這裡有一首詩耶 答案就在此詩中 回首一望獻山河 品味人聲笑唱歌 田園美景必詩欲 無心沉醉此景多 古人衣懷此胸盡 吉人浮地萬事何 故中無憂睡夜好 舌根常想菜窈樂 お母愛的被迷家 深套 Box 大冠 Labour